叶静雯 你好 有事吗 今天晚上自方有个酒会 就请了丽川和邵华参加 他们需要一个翻译 要你去一下 不好意思 可能你还没太搞清楚 我呢不是王丽川的翻译 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有什么分别啊 这不都是GMF的翻译吗 我啊是九通派来的 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工作 张总说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如果呢你想让我跟着王丽川 让张总给我打电话 并且同时通知我的老板萧关 这样说的话 你不是故意刁难我吗 是哦 那又怎样 谁啊 我 来了 那个跟你说正事啊 今天晚上自方酒会 你去参加一下 我的审查期结束了 今天晚上自方酒会 你去参加一下 我都审查期结束了 还没有 本来是叫叶静雯去的 她突然说今天晚上身体不舒服 李川需要一个翻译 那这么说 现在我就是可以和建筑师说话了呗 你一直都是GMF的员工啊 我们并没有停发你的薪水啊 对吧 那么给你十分钟 一会儿车在楼下等你 对了 那个还有一件事 一会儿到了那儿 你替李川挡挡酒 为什么是我挡啊 我是翻译 我喝多了舌头不灵光的 李川她不能沾酒 你又这么能喝 发挥点你强项怕什么 行行 别喝了 别喝了 留着酒会喝 小秋这么漂亮去哪儿啊 工作 坐好了 坐吧 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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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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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杰克 资方的酒会你怎么没去啊 他们这次只邀请了立川跟少华 剧院的设计有头绪了吗 还没有 不过杰克 这阵子别逼立川太紧 因为他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一直工作其实都是带着病的 我逼他 我敢吗 不过要说的是 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他都不急的吗 还有什么闲情参加酒会啊 我觉得其实跟地方上搞好关系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对吗 也许吧